物者十本性 最难平衡的 就是你这颗心 所以师父一直跟你们讲 做人学佛最难的 就是让你这颗心 能够平静 因为这颗心 不停地在衍生出 很多善恶意念 很多人说 我这颗心是怎么衍生的 实际上 它是一个自然规律 规律是什么呢 犹如一个世界 会有各种不同的天气一样 有的地方在下大雪 但是有的地方是干旱 我们的一颗心 有的地方是痛苦的 但是有的地方 也让我们快乐无比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 要视这些衍生的心态 为一种附属的心态 附属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本来不是属于我的心态 而是因为 我跟外臣 六欲 六臣 接触之后 所产生的 一种附属体 不是你的本性 很多人 为什么找不到本性 为什么身上 有很多坏习惯 就是因为 他已经衍生了 他本性以外的 附属的 那种心态 那种恶的心态 贪的心态 愚痴的 陈恨的心态 学佛人 想圆满 必须成就实相 你想在人间 把什么事情 都做得圆圆满满 首先 在你的心里 你就必须懂得 一个真实之相 叫实相 真实之相 是什么呢 真实之相 是从你的内心 发出来的 有你的般若智慧 所显现的 也就是说 人有智慧 有菩萨的智慧 显现出来的 在你心中 所映照出来的 那些事情 那些真相 那么才叫实相 师父告诉大家 有一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看见汽车 他就说 是汽车 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 对这个汽车的感觉 只不过是汽车 而一个大人 所感觉的汽车 和小孩子 感觉的汽车 一个是概念性的 知道 这就叫汽车 大人可以知道 汽车 可以载我去上班 下班 汽车 是可以拖着我走的 而一个机械工 修理工 眼中的汽车 是由发动机 和各种机器 所产生的一个实体 所以同样的一个东西 让三种不同的人去看 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理解和界限 所以佛学是哲学 大家对人生的看法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就是没有好好的 把佛法的经典 融化在你的心中 人看问题 看事物 为什么看不准 很多人学佛 为什么学偏差了 就是因为 你看不到它的本质 所以才不能 称作实相圆满 如果是菩萨 就必须学习 无我 无我是什么 无我 就是忘记自己 你成为了一个 无我之人 你有无我之后 会生出一切 比方说 今天这个事情 因为我跟别人不开心了 因为我有我 我跟别人不开心 那么 是我自当头 我跟他合不来 是我在作怪 我今天失忆了 没有赚到钱 也是有个我 这个我字 就充分代表了 我执 我执着 所以我才会 失去更多 如果是无我 就会生出 一切善过 如果把自己 完全丢开 放弃 那你就没有争斗 没有称恨 没有愚痴 一个学佛人 尤其是 学菩萨的人 要生出 一切的善的 这个基础就是 无我 比方说 我今天发心慈悲 我的心很慈悲 我对别人很感恩 就是在无我的精神上 发菩提心 你怎么会慈悲啊 因为你感觉到 别人很痛苦 感觉到 别人很烦恼 所以你才会觉得 他可怜 为什么会觉得 他可怜 因为你没有 在想自己 你感觉到 他的感受 那就是 把自己忘记了 所以无我 才会生出 慈悲心 要用无我的精神 来救度众生 救别人的时候 不要想到你自己 为什么很多人 救人家救不好 我没有办法 去度人啊 我度不了人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怕 沾染灵性 因为我家里的 事情太多 因为我怕 以后倒霉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有我 你就成不了菩萨 菩萨 菩萨没有自己 只有别人 这个时候 你才能救度众生 所以无我 是佛法的经典 学佛就要 用无我的精神 来救度众生 用无我来修行 你们修行 要无我 就是我今天 在修行当中 不要有我的感觉 自己就会 好好地修 去除自己 身上的毛病 脑子里 只想到众生 没有自己 那你就修成了 只要用无我 来修行 你就会达成 圆满和成就 你们去看 就是无我 这两个字 就能成为 你超脱六道的 一个根本基点 就是基本点 你们去看看 小乘佛法里面 也是讲的无我 如果你想在 小乘佛法里 成为 身闻道 圆觉道的菩萨 你也必须要无我 所以学佛人 最大的基本点 就是要无我 其实 无我 就是一个菩萨的 慈悲原体 就是慈悲的本原体 师父给你们讲的 都是菩萨的经典思维 你们在别的地方 是找不到的 无我 是菩萨的慈悲心的 一个来源 你想成为菩萨 你必须 要有这个原体 就是说 你今天想学佛的人 你至少 要很善良 这是一个 人的本原体 如果一个人 没有这种本原体 你就不是人 你连最起码的良心 善心都没有 如果你今天 想成为一个菩萨的话 你如果还有自我 你就成不了菩萨 所以 这个本原体 就是会画出一切的 菩萨形 师父给你们讲了 无我是一个慈悲的本原体 而这个本原体 会画出一切的 慈悲心 菩提心 大悲咒里边 有菩提叶 菩提叶 菩陀叶 菩陀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讲给你们听 一个人拥有了 菩萨的菩提心 相当于 有了一朵莲花 而这朵莲花 开出来的慈悲 就是由这朵莲花的根 本原体 所开出来的 所以 当一个人 心中有佛 有慈悲 有善良心的时候 他的本原体 就起变化了 身上开出的 到处 都是莲花 菩提叶 菩提叶 菩陀叶 菩陀叶 这是梵语 菩陀就是智者 有智慧的人 叫智者 觉悟的人 叫觉者 用白话解释 就是说 智者啊 觉者啊 觉道啊 觉心啊 觉道是什么 你觉悟后 知道了 这个佛道 佛菩萨 这么好的经典 并把它运用到 人间生活之中 你就是一个 觉道者 因为你觉悟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道 佛的道 怎么走 然后 要懂得 觉心 知道这条道 我的心 要觉悟 我用这颗心 去走完 我的学佛之路 所以叫 智者 觉者 然后就是 觉道啊 觉心啊 大悲 大悲咒里 菩萨的每一句话 都是要你们懂得 觉悟 觉悟 觉悟者 觉心也 你今天 能够明白 人间的一切道理 都是轮回的 都是因果的 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你的心一定会明白 你今天是个觉悟的人 你一定会觉到 就是说 我已经明白了 我知道 佛 一定是好的 菩萨 是好的 所以 我一定跟着菩萨 好好地学下去 这是 相辅相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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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